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一万年官方合作伙伴 山润山茶油 健康好油 山润山茶油 人生一万年官方合作伙伴 泰康之家 祝泰康之家 活出自己的精彩 人生需要等待 人生一万年 精彩一会儿回来 等待是为了更好的预见 人生一万年 精彩继续 人生一万年官方合作伙伴 山润山茶油 健康好油 山润山茶油 人生一万年官方合作伙伴 泰康之家 祝泰康之家 活出自己的精彩 人生一万年官方合作伙伴 泰康之家 祝泰康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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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祝泰康之家 我叫李昀波 我家是现在一变零三岁了 我在 Robo 叫李昀波私 dévelop pescaud 我和自己煮饭去 stud 我会写书画 我会木工 我会 Army医过 现在那个生活那么好 我想我可以再喝个十七八年 没有问题 三个演员的光人墙 本来都不会输呢 但是都太骄傲了 年过百岁 还讲得了镇住全场的评书 挥得动三十斤重的大包 这位深情并茂 中气十足的老人 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功夫在身呢 我现在坐在这里 我都还坐在气功 你们身头可以看出来 我甚至不动眼球 在打转 你们没有发觉吗 我一定 即使用气功了 那个时候镇荡山的武术大师 就晓得了就说 我不叫你个斗打 我叫你气功 气功就是夸背 所以我现在背很好 我的身体现在大 李文波除了声音大 力气也相当大 经常故意跟人挑战掰手腕 赢了过后 再告诉对方 自己已经一百零三岁了 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炫耀 对李文波的手下败将来说 更是沉重的一击 这个手势是表示 只用了三成功力 李文波这一生 钟爱养生知识 每次掰手腕迎过之后 当然也会随手帮人把脉 再分享一份 他的养生秘诀当作安抚 活到一百多岁 使他的养生秘诀 变得特别可信 炒的东西 香炒的东西少吃 所以多挣下来 要多香炒 少抽的烟 好 这个终于我们是九川 我来到成功的 我那个老药夫就是 明天中医 他有一本书 那个书是有三百多个药房 所以我经常看看那些书 我也是继承的了 真是一手好字啊 不都说医生的字看不懂吗 李文波学的是中医 老中医的字都练得好 从小开始练毛笔字 写了近百年 他一生侠气 仗笔走四方 现在呀 这江湖上的事情 李文波关注的少了 毛笔书法的看家一博 倒是赠予了一位相差九十三岁的传人 我跟爷爷学了差不多三年了 爷爷在我心里是个有文化的人 是一个书法写得很好的人 他性格是特别开朗的 而且说着说着就会跟我笑起来 他对我特别好 如果说五大刀 讲评书写书法精通医术 都还属于养生达人的范畴 那接下来 你得为李文波的另一项技能惊讶了 一百多岁的老人家 您怎么啥都会呀 老年人的办法 用这个来穿 年轻人们看着去 自己裁衣自己穿 经济实惠又合身 偶尔帮其他人做几件宽松舒适的衣服 对李文波来说 这是又一层的成就感 一辈子都喜欢琢磨并动手 自然就记忆傍身 话说1951年 李文波在布朗山茶叶研究所工作时 就用自己的木工手艺 发明了水利自动揉茶机 改变了茶农们百年来 只能用手揉茶的局面 直至今天 木工活也没落下 今天是要给喜欢下棋的徒弟制作橡漆盘 作为新年礼物 那爷爷您自己的新年愿望又是什么呢 我不想了 永发富贵已经过掉了 这个视角已经看着 眼睛看着身一手了 很平静 现在那么好的生活 生活的身体相当健康 对 我有恶趣 你们有恶趣的人不多 这个恶趣就是代表着厂门 棋盘里就是一个世界 文武双全的李文波 有很多个丰富的世界 篇幅有限 它一定还有许多 等待我们开发的新世界 你又跳过来 踩不过来这里别着马脚 我一走跟你就跳过来 踩掉 踩不了 这里别着马脚 别马脚都走不了了 踩不掉 猛头后 我不可以踏你 可以 踩不掉 哦 哦 哦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李宗盛 今年102岁了 这位是我的太太 我叫李宗盛 今年94岁了 这位是我的老伴 我们结婚已经71年了 如果时间回溯到20世纪2、30年代 这里是广州规模最大 生意最好的照相馆 孙中山 宋庆龄 鲁迅 徐广平都在这里拍过照 如今他已经开业111年 比我们今天的男主角 年龄是要大一点点 上一次这样被摄影师支配的拍照过程 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眼睛静紫的 笑容 笑容 李宗雄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 妻子玉梅则是华南师范大学第一届女毕业生 29岁时 宗雄与22岁的玉梅邂后 美好的爱情 必须有一次美好的邂逅 当年我个嫂 就介绍过朋友给我 他就在唱 我就觉得那个朋友 就不是很实际 那个还比他老实点 那嫂听了之后 就去问他 第一次见面 那当然觉得都可以 因为他也是大学毕业 但是我认识 我认识而已 不知道他怎么想 碎熊同志 这是一个人要去哪儿 玉梅为什么没有问 真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男子 看起来 他这个粥费 都能认识 这些粥费 都能变成 很多的粥费 都能变成 这么多的粥费 怎样 当年我认识 他就说 就料理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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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粥费 这个粥费 它这个粥费收得很好吃 麦当勞 就是吃汉婆糕 我的习惯经常是煲汤 但她有一个习惯是什么 喜欢喝冬的东西 直到现在一百零两岁了 冲完凉出来都要喝 都要喝了 很浪血壁还要冬的 第一次冲出来才行 喝在你口冰在我心 您都一百多岁了 您说怎么喝都对 上次她已经一百年了 一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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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年了 我家撞到处处 一撞到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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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挺好的 这个 好耶 这个 这个河马 这只河马 我今天给你撞到 挺漂亮的 年轻的时候谈恋爱 牵着手看电影 是最时髦又心动的项目 每个年代的故事里 爱情永远是最经典的主题 结婚之后 翠熊曾经因为去外地工作 与玉梅分隔两地 异地恋持续了近二十年 二十年了 这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 大概是不可思议的考验 那时候手写的信件 是连接心意的唯一桥梁 你经常有书信往来 经常都有书信往来 他的书信 写信就像写电报 很简单 但是就比较实际 是什么 不和我 就喜欢长一些 有时有些普通的事 不是很重要的 都告诉他 渡过了白金婚 在已经不需要表达 就能心照不宣的年纪 他们还会对彼此 说些什么呢 玉梅 我和你结婚都有七十年了 这七十年 大家都觉得生活过得很愉快 有些时候 我就欢迎你去旅游 走走 你又陪我到处玩玩 但是你一会儿你静 所以我有些时候 又陪你七十多年 大家都很少争拗 所以都很高兴 感谢你遷就我 你的恶人 李瑞虹 瑞虹 看了你的信 也使我思绪心动 回忆过去 不经过是七十一个年头的 我们过去不止有温馨 也有欢欲 今后希望我们保持 互养互助的精神 过好未来不多的日子 保持愉快的心情 小郭 人生这一部漫长的电影 不是每个人 都能拥有这样长久的爱情 作为过来人 给年轻的朋友一点提醒吧 你说了 我也不知道 没所谓 不可以 大家生活了几十年 七十一年了 七十一年了 七十多年了 所以 又没有争拗又没有吃 什么都没有 大家不要太拗紧 不要太拗紧 高高兴兴 过得死 一定要高兴 听他说 你选一张 最好看 这个 这张我比较胖 这张我比较自然 这张 两张都好像 不是在这里拍照 好 你知道哪张 哎呀 上帝了 这张是 嗯 就是 开一间小外部 一定是很多人的童年愿望 五十岁前挑着扁的卖糖果 五十岁后有了自己的店铺 一个世纪走来 他也从别人口中的阴歌仔 到了如今的阴工 我给你一个后悔 我给你一百六一岁 你最后悔你的小外部 很疼啊 好好地吃早餐 才不辜负新的一天 何开英最喜欢的早餐 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云吞 英爽你声音没有人哄啊 英爽 你不是声音没有人哄啊 你不是声音没有人哄啊 好 你弄什么 你喝个人吃好 你喝什么 进什么货 账目如何 年于百岁的何开英 心里都跟明镜一样 即使是自家一盘小小的生意 一样是处处细节 面面操心 好这左往开 有点小 你还是丁细了 一里加多大小 浩子就太多了 小卖部每天有钱进账 钱要花在什么地方 和开因有刺激的主意 手写的字带着温度 就算贵了些 但挑选符合心意的 才是最重要的 有刺激 好刺激 有刺激 我觉得没什么 写人 journal 写人 写生 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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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擠了 她就擠了 就擠了 到二三 不就擠了 用一個用二 我想淨 然後讓她來吃 一會,就是在一半 我會示範 我會示範 我會為她在家 在一半 她就村上 讓我留意 我看到她 她就在玉子 一百零二岁还在工作的英工 对得起这幅对联上写的 人贵自立 名声在勤 要幸福 会幸福 八龙洲是当地最重视的活动 何开英不能滑了 但也是热心的追随者 龙洲队的队员都知道 他们有英工这样一位铁杆粉丝 我自己终于哈拉六千 六位上线 好 加油 加油 英工 姿山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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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六千姿好轻 好 加油 白链 白链 好 哈拉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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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再拿一包 多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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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少啊 有 四分給了四 好 很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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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清 哪都 太在了個賣 你開手要開清楚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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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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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五五十年的小賣部 來幫襯的都是街坊熟人 一代代的孩子長大 這個小賣部和陰公也應該是他們心中溫情的符號吧 今天是西賴社區舉辦第一屆零禮節的大日子 同時也是何開英一百零二歲的生日 怪不得從一大早開始這氣氛就有些不一樣呢 總共產生日 好 好 真的很高 我的家 她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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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她 一下 在这一季探访的最后 我们遇到了本季年纪最大的老人 一百一十一岁的黄月芬 这像是一个预兆 让我们展现出百岁老人这个命题 还有更多我们尚未触达的深处 一万年是个期待 其实没有假如 我们只争朝夕 人生一万年 在二零二三年遇见的 每一位百岁老人的面孔 都是一堂关于人生意义的思想课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一期一会 所以让我们分外珍惜 每一种人生交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什么是最终留下的 我们又该如何去规划 属于自己的百岁人生 通向百岁的路上 您现在在做些什么呢 您又计划做些什么呢 祝愿所有的人健康长寿 晚年幸福 你我的人生 本来就是一个奇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